剛剛同學有遇到那個打中文的問題 你看我們按了這個 它呢你打中文字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範例 其實如果你直接選這些範例會連字型一起下載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些字型 但是如果你不要這個也沒關係 上面有沒有添加文本 點一下 這個時候你點它 點一個 沒有看到 在這裡 好添加文本 有 然後呢 剛剛同學說 奇怪我好像不能打中文 因為它在什麼 如果你不是用中文字體 像我現在預設濕原黑體 這是中文 所以你打中文字有沒有是OK的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我們在這邊 您看它這裡 這個比較小一點 來注意一下這邊 也沒有發現有的有綠色勾勾 有的是問號 綠色勾勾表示你在這個軟體面已經可以使用這個字型 那如果你要像微軟正黑體是我們電腦面的字型 可是在這軟體暫時還不能用 所以呢你就是第一次的時候你把它按一下 它會有一個加載的動作 所以說雖然字體是在你的電腦裡面 可是你要做一個加載 這樣子的話它才會進去 他說要去喝杯咖啡嘛 看你的字體的那個複雜程度 有的會比較久 那有的會比較快 尤其英文字快很多 那麼這個動作就是一個字型就做一次而已 就做一次而已 所以如果你用過的就跟我剛剛一樣 選好中文字型打進去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了解的齁 這個是您在使用這個中文字體的時候 在這個軟體裡面要留意一下的方式 你如果沒有用過的 像我現在進來了 所以你打這個 你看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勾起來了 你就直接選用就沒有問題 好這樣OK 好這樣OK